制作属于自己的水印 接下来我们三指下滑 点击全部拷贝 然后我们在画笔这里 新建一个画笔 我们点击这个形状 点击形状来源 将它导入点击粘贴 点击完成 接下来我们调整它的参数 首先是这个描边路径 将它的这个间距调大 我们将这个Apple Pencil里边的 不透明度调整为最小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属性里边的 最大尺寸调大 这个印章就会变大 我们点击完成 再去画 然后我们也可以换一个颜色 赶紧去制作属于自己的印章吧